今天ET股股推介是 银宇27日 《经济日报》投资业华早揀选 原因是港澳计划最快7月中有限度通关 但仍然需要关注疫情进展 而充电通关在网 有利豪道股的投资情绪 股份看好银河娱乐 银宇在五一黄金周的表现强劲 除息税折旧及摊销前盈利 恢复到疫情前超过六成的水平 在成本相对稳定之下 第二季伊比达有望维持良好的季度增长 一旦边境完全正上发 市场预料银宇的伊比达可望在明年 恢复到接近疫情前100%的水平 走势上了 银宇股